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26号星期三 关于美国指名道姓制裁一名中共高官的事情 还在继续的发酵 中共方面还不依不饶继续的采取反制措施 美国这次指名道姓制裁的中共高官 就是我们再三提到的中共解放军的总装备部部长 李尚福现在叫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 那么中共内部一直不提他的名字 而且也不提美国对他的制裁方式 不给他签证 也不准他在美国进行金融交易 同时这个要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和利益 但美国方面没有公布 这个叫李尚福的中共高官红二代 在美国他的家属子女或者有什么样的财产还没有公布 那么据其他一些消息说 他家属应该是有绿卡或者说他们在这里有投资资产等等 中共做出进一步的反应 进一步的反应就是不同意美国的军舰大黄封号停靠香港 因为在这个传统上过去几十年 美国军舰有停靠香港 这个行金香港停靠香港 这个补计或者官兵休息的这么一个传统 但是每当中美关系有大事发生的时候 中共方面就会拒绝美国的军舰挺靠香港 像以前像中美发生南海撞击这样的大事 或者说是后来的这个中美之间在南海之间的对立 等等 但是那些都是很大层面的事情 都是国家级层面的 比如军事上的敌对行动 或者国家什么战略上安全上的敌对行动 但是没想到这一回居然是因为美国指名道姓 要制裁中共的一名高官 结果中共就做出了这么大的反应 不仅是召见美国大使抗议 召见美国的武官抗议 召会要去美国访问 停止要去美国访问的副总理 召会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等等 采取了所有的手段 那么现在又进一步上升到 停止美国军舰访问香港这么一个举动 可见这件事情确实干系重大 事关重大 美国川普政府这个举动打中了中共的软肋 因为我说过中共接下来害怕的就是 是不是美国还要指名道姓的制裁 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甚至在时当的时候公布 他们在美国的投资资产的情况 让他们在中国的这个信誉扫地 所以这些事件还在演绎之中 唯独在其他方面 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制裁也好 贸易战也好 中共没这么大反应 中共是这两年的最大的反应 最高分贝的反应 高分贝的抗议 最高的跳脚 最这个跳高运动 这个最大的这个反制 就是在这件事情 所以说确实是令人觉得 罚人深思 而且让中国人民 这个可以说是了解内情的话 是哭笑不得 所以这个归根到底 这些利益 还是口口声声国家利益 最终到底是 中共这个利益集团 腐败集团的这个既得利益 不能受触动 尤其高官个人的这些财产 他们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绿卡也好 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这个护照也好 这些东西不得曝光 这是中共是最担心的事情 那么在中共国内呢 又有两个发展 一个发展就是大家都在担心国进民退 担心第二次公司合营 担心中国的大公大公社运动 又会重搞的时候 果然中共的这个有一个高官 叫什么人社部副部长 就发表一个言论 就对民运企业发表一个所谓的言论 说民运企业要让这个职工 要多发扬民主 要让职工当家作主 充分形式这个职工的民主权利 如何如何 这是对民运企业 就是适应企业发出的一个信号 结果网民很快就做出了一个总结 说人家民营企业 就是私人企业 是人家自己的 就是这个业主自己的 说在里面谈民主 这个显得不能不的意思 就是说这些职工的权利 应该是在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才是我们的 因为国营企业叫全民公司 全民企业 就是国营就是国家拥有 就是人民拥有 所以国营企业的职工 才应该发扬民主 才应该发扬监督作用 才应该发挥工会的作用 而不是私人企业民营企业 因为私人企业民营企业 由别人的老板说了算 所以这个网民马上指出了 中共当局的这个荒诞 所以中共当局这个说法 的确是包藏祸心 不仅是逻辑上荒诞 而且包藏祸心 不在国营企业体发扬职工的民主 发扬这个工会 让这个职工当家做主 却跑到私人企业体 要职工当家做主 这个逻辑上是完全相反 那么它其中包藏祸心就是 中共在最早建政前后 1949年前后大搞土改运动 搞土改运动的时候 其中有一招就叫做打土豪分田地 那打土豪分田地的结果就是 号召这个农民 说是要分给农民 说跟着有气田 听上去很有道理 杀富济贫 把地主富农 这个地主杀了 富农打掉了 把他们的土地拿过来分给农民 农民欢欣鼓舞 也都参与共产党的杀富济贫 打土豪分田地 结果农民分到手上 每几年好景不长 中共却宣布公色化 把农民手上分来的这些土地 甚至根牛农具 全部收为工友 就是收为党友 就是共产党一家所有 叫公色化 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忽悠 一个大骗局 让人民空欢喜一场 最后农民是一无所有 不仅地主富农被消灭掉了 农民自己也变成一无所有了 比以前还不如 以前如果还能够当点农 还能够租地来经营 或者说简单的关系 跟地主或者富农之间的关系 现在变成了一无所有 由党支配一切 那么一个命运 所以这就是当年中共的大忽悠 在城市里搞的公色合影 搞的先是资本家自己交出去 后来是把资本家打掉 然后化石为公 变成国有变成党有 在城市里也是搞这一套 那么今天实际上是旧系重演 过了这么70年 70年左右 又重新来了 公色合影 说中共的所谓人事部副部长 所发出的信号就是这样 打着民主的旗号 反民主 打着让职工参与 让职工当家做主 让职工参与民主 来夺取私营企业 夺取私营企业之后 就宣布 社会国有公有 比如说宣称这个是集体所有制 或者全民所有制 实际上就是国有化 所以中共正在搞这一套 新的公私合影 这个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是在付诸行动 所以实际上是旧系重演 而这个旧系重演 在文革中也演了一套 毛泽东演得非常的 这个可以说是传神 他演什么呢 他当时为了夺取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当时是共产党内的实权人物 国家主席 掌握了从上到下的党政干部 党政系统 也就是说各省市的党政系统 大多数就是按照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讲 都是刘少奇的人 中央各部委也都是刘少奇的人 因为刘少奇在一线主政 毛泽东是退居二线做党主席挂名 刘少奇做国家主席有实权 结果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 就来了一招造反派红卫兵 这个造反派就干嘛呢 就是这个叫踢开党委闹革命 就到各地区多权 各省市多权 号称把权力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上 号称到1966年之前的17年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也就是说刘少奇是中央出了两个司令部 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号称是他 而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是刘少奇领导的 所以为了把刘少奇打倒 打倒这个司令部 就号召民众到各地去造反 后来王洪文在上海 这个工人领袖就这么造反上来的 后来当了军委副主席 后来是四人帮的一个成员 结果造反就是把地方成立革命委员会 当地的造反派 这个当上所谓革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 然后结合了毛泽东派去的人 派去他信得过的人 这个结合起来什么 把这个省委省政府相当于废掉 变成了一个各省的革命委员会 比如说湖南省革委会 或者黑龙江省革委会 这个革委会 一般来说 革委会主任是毛泽东派去的亲信 这些副主任就这些造反派担任 去宣告夺权成功 这个当时在66年到69年 夺权成风 就是民众运动群众运动 这个群众运动 是不是各地政府就真被群众所掌握呢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仍然被不仅被共产党所掌握 而且是被毛泽东艺人所掌握 就是表面上给你一个民主权力 让你去把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上 结果这个大户友结束了 就跟土改的大户友一样 公私合影的大户友 说文革也来了这么一个大户友 是天大的户友 革委会建立了 人民反而退场了 这个号称毛主席的无产阶革命路线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然后对那些不听的造反派投入大牢 包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然后对那些继续要闹实的 真正要想行使民主权力的 什么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以这个上山下乡的这个围由打发到农村 把这个城市净化一空 然后毛泽东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什么八年 现在全国要安定 全党全军要团结 也就是说权力斗争取胜了 刘少奇类派打倒了 从上到下通过这个煽动民众造反 然后现在民众的使命结束了 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权力归共产党 权力归毛泽东一人 所以说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 到今天这个人设不能放风 共产党的思路没有改变 还是那一套思路 还是挑起群众斗群众 利用群众斗群众 打土豪分田地杀富济贫 最后是把私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 这些财富收归己有 收归党有 就是这么一个折子戏 这么一个把戏 最近两天习近平去了黑龙江考察 环球时报有头版头条的刊登习近平的名言 所以留下一句名言 说中国人民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这句话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是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哪一个家庭不是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哪一个人不是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恐怕习近平暗示的意思就是中美贸易战 好像美国要抢中国人民的饭碗 所以中国人民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不要被抢走 我想这样的说法 忽悠三岁小孩都不见得忽悠的过去 那么回头来说 中国人民的饭碗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中国人民的饭碗是端在共产党手上 共产党觉得你有什么吃的就给你什么吃的 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 就像当年的大饥荒 共产党把粮食收起来 去援亚非拉 援助亚非拉 或者是到边境去打仗 让老百姓成千三万人饿死 以至四千多万人被饿死 就让你吃不上饭 不是没钱 不是没饭吃 而是把那些粮都收走了 收去搞世界革命去 搞原子弹去 如果一松绑 让邓小平时代号称松绑 就不要再捆绑 捆得那么紧 松开一点手脚吧 结果人民就自动就浮起了 自动就温饱了 因为回归到这个正常状态 所以共产党还有名言 说什么 原先这个原先骂老百姓的一句话叫做 骂老百姓的提议间的老百姓叫做 端起饭来吃肉 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 说这个娘是这个共产党 然后这个好像 老百姓端起碗来吃肉 这个肉是共产党给的 就共产党一边 这个人民呢 一边呢是受着共产党的恩赐 一边骂共产党 端起碗来 全话就应该是说 端起碗来吃共产党的肉 放下筷子骂共产党的娘 实际上是完全是荒诞 人民是自己创造的财富 自己的饭碗 自己的肉 他想这个批评谁批评谁 而这个所谓的当官的统治阶层 都是人民的公谱 人民当然有权利对自己的公谱 这个提出意见或者批评 或者叫他应该这个干那个 人民当家做主 说这个逻辑就在那里 那共产党最近些年又有一句名言 说是这个 吃共产党的饭 扎共产党的锅 这个对共产党提前的人民被定义成这样 吃共产党的饭 扎共产党的锅 实际上 真正的头脑稍微有一点清醒的正常的都明白 是共产党吃人民的饭 扎人民的锅 这个完全相反 因为这个国家是属于人民的 人民是13亿 人民在各行各业工作 人民在农田里劳作 在工厂里工作 在公司里运作 创造了财富 而这个财富养活了共产党 养活了将近九千万的共产党员 养活了数千万的官员 养活了几百万的军队 上百万的警察等等 还有庞大的维稳系统 这些钱都来自于人民 取自于民 结果却说 人民吃共产党的饭 砸共产党的锅 那共产党你这个饭哪来的 你的钱哪来的 所以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吃人民的饭 砸人民的锅 共产党一直吃人 不是共产党养活了13亿人 是13亿人养活了共产党 我以前在100个常识 2017年版本 2016年的版本都写了这个问题 论述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这个逻辑关系非常清楚 一切都来自于人民 结果共产党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而居然有些人 有些少数被洗脑的人 还对这句话 信以为真或者没有产生疑问 所以这个共产党吃人民的饭 砸人民的锅 那就是这个 从头之位就吃人民的饭 那么砸锅的事情 先后发生在 什么大饥荒 砸了人民的锅 文革又砸了人民的锅 那么现在 当人民创造了财富之后 他们又想砸人民的锅 针对私营企业去下手 针对民营企业去下手 再次的要砸人民的锅 因为私营企业也好 这些老板也好 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当然其中有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那毫无疑问 这是这个制度下必然的产物 所以当习近平来讲 要人民把这个中国人民 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潜台词 就是要共产党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然后人民嘛 就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色的地位 或者剥夺的地位 如果你不听共产党的 把饭碗给你端走 听共产党的 给你扔几块骨头 给你一点饭 所以完全把共产党摆在一个皇权的位置 摆在一个救世主的位置 所以这跟共产党的这两首歌 也是自相矛盾 共产党唱的一首歌是国际歌 号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结果共产党还有一首歌叫东方红 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自相矛盾 这两首歌经常在文革中先后唱 唱了前一段 唱后一段 这个昏然不觉 被洗脑的人民 没有发现其中的巨大矛盾 互相抵触 互相颠覆的矛盾 所以今天共产党这些话 都是自相矛盾的 甚至是黑白颠倒的 完全是是非颠倒黑白颠倒 把这些话都反过来说 说不仅中国人读共产党的报纸 看共产党的媒体 你要把它反过来看 你就是领会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 你都要反过来看 所以当习近平抛出这句话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的时候 实际上说的就是 共产党要把中国人民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或者共产党要把自己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说一句话就是红色江山 这个要保住红色江山 保住共产党的既得利益 保住一党专政 这是它的重中之重 要把共产党的饭碗 它的既得利益 它的权利 永远捧在它自己手上 不要说是不让外国来分 那根本不存在 其实就是暗示不要让中国人民来分一杯羹 而在中国的权力 中国的公权力 不让人民来分一杯羹 那是共产党的 一党专政的 而在党内是信息的 是看齐意识 核心意识 大局意识 你是想上看的 所以这就是这些全部前台词 顺便说一句 说到这个文革 说到这个土改到文革 到现在的公私合影 这个方法方式是一样的 说一句说 在这个王沪宁篡改教科书的时候 不仅是改掉了毛泽东的错误 说是给毛泽东平反了 这个另外呢 把十年文革动乱 称为十年的精心探索 把这个修正主义这一词 权力斗争的东西都拿掉了 而且其中还有两处 大家没有引人注目的改变 就是对上山下乡不提了 对二月一流不提了 上山下乡不提 所以就说明这个上山下乡 当时的运动也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了 因为现在执政的这批人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多数都是这个当年上山下乡的那一辈 查队知青 知青派掌政 现在是 所以对上山下乡不提了 似乎是一个田园木钩似的 美好的回忆了 当年被下放 本来是当年是作为一个文革 作为一个惨痛的记忆之一 惨痛的故事之一 当时还有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多数写的就是上山下乡的故事 今天这个在教科书中取消 知智不提 欲隐瞒 那么是因为这有一批知青派当上了最高权力 他们现在是在享受权力 因此对当年的所谓苦难不提了 因为他们是当年所谓的苦难 现在是既得利益者受贿者 那么另外一个不提的就是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不提是因为文革搞了不久之后 这个毛泽东打到了这些刘少奇啊 什么陶柱啊 贺龙啊 邓小平一大批高官之后 这个中共其他内部的高官起来这个怒吼 当时包括这个陈毅 谭正林 叶剑英 这批高官是大闹怀仁堂 跟这个毛泽东的文革派发生冲突 文革派像这个江青啊 张春桥啊这一批人 当时这个发生冲突 文革派是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应该主角还不是张春桥 应该主角是江青 陈伯达 康生这一批 这一批人跟这个老帅老将这批发生冲突 据说这批老帅老将 陈毅 叶剑英 谭正林拍着桌子 这个这个这个叫骂这个文革派 中央文革小组是乱搞 胡搞搞乱中国 结果据说是这个谭正林啊 当时谭正林是当过副委员长 应该是中共的上将 这个谭正林说是把纸头都排断了 一个纸头都排断了 发大火 当这个事件呢 被毛泽东定义为二运一流 就是党内的这个反攻 这个老干部的反攻导算 一个反攻运动 所以定义为二运一流 予以这个 党内的这个所谓的批评 后来谭正林这些都是被罢关 这些 陈毅和一燕英当时 当时是暂时的靠了边站 靠边站 等等 但还有其他老干部设计了 所以说为什么不提二运一流呢 也就是不鼓励党内这个造反 但是这一次就是有五四任经济论坛 这些体制内的专家运用专家 学者都集体的对现政权 现在政权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表示不满 各个都出来炮轰 且这个退休的前财经高官 楼纪委 吴晓琳等人 以及现任的经济学家 像吴敬莲 这些 都是对现行的这些政治这个这个 这个极左路线予以炮轰 对现在这个 中共的这个国际民退 吞并私有企业 这个大搞这个 左转 等等 极为不满 实际上这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二运一流 中共这个经济界所表现的二运一流 所以这个 在说今天的时代跟文革相似的时候 它不可能是完全的重复 它是另一种形式 21世纪的另一种形式 在很多程度上都在重复 除了这个修改教科书 给毛泽东这个悄悄平反 这个给文革翻案 这些等等一些措施 公私合云 或者是忽悠老百姓 搞什么职工民主 最后是为了收给党友 一直到这么一个 五四人经济论坛这个会议的 二运一流的一个翻版 都证明今天的这个希望时代 习近平 王沪宁这个时代 所从事的就是另一种 另一个样板的这个文革 但包括了前几天我提到的 在一方面禁止了 这个外国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挪威剧作家 易布森的这个名作人民公敌 在北京的这个北京的上演受到干扰 在南京的上演被停止 中德文化交流 那么同时南京要推出文革的 八个样板系之一 革命样板系江青的杰作 红灯记要这个粉末登场 那么正在这个筹备就要在 中共的这个 所谓国庆日之后 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国殇日 十月之后就要粉末登场 红灯记 这是一种象征 这是文革的这个文革死灰复燃 以另一种形式粉末登场 文革的幽灵粉末登场 在21世纪的中国舞台上 粉末登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所以这一切都证明 这个今天的这个当局所推行的 的确是一条极左路线 的确是文革翻案的 这个二次文革的这么一个路线 所以以前的这些人说想不到文革会卷土重来 现在人们无可奈何的看到 在另一种形式上文革就在重来 而不过不要说普通人想不到 就连当年的所谓 邓小平成云这批中共元老 否定文革的中共元老 恐怕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他们所选的接班人 靠得住的所谓太子党红二代 就把他们所否定过的文革 就否定之否定再来一次 所以这个他们没有想到 这个习近平会怎么干 也没有想到一个来自上海的 另一个王后文士的人物 另一个张春桥 另一个姚文元 王沪宁敢这么干 这个王沪宁觉得前面的陈伯达 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干成的事业 这个极左路线他要继承 就好像在国际上 这个中共觉得纳粹德国没有干成的事 军国主义日本没有干成的事 这个苏联红色苏联没有干成的事 对抗文明事件的事 中共要来继承再试一把 同样道理 这个 这个陈伯达没有干成的 张春桥没有干成的 姚文元没有干成的 这些运文人没有干成的 王沪宁想试一把 所以这就是今天 中共党内中共高层的基本政治生态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